视频终身穿红色衬衫的男子 为何如此在公开场合 羞辱女生长得丑 下一秒女生就指着 男生大哭起来 你见过当众嫌弃 女朋友丑的男人们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下一秒女生的做法 惊掉了全场嘉宾老师和观众的下巴 也为男子的过激言论 女孩直接大哭并坐在地上 连主持人赵川都拦不住 这是要像小孩耍赖一样 赖着不起来了吗 在节目中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极端的女生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 男生是有多嫌弃这个女生 既然不爱何必伤害 这一对活宝又是 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 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今年必发大财 接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那朋友都知道他交了女朋友 然后一直想见见我是什么样子 他一直都不啃 觉得我是丢他的脸 其实我对女孩对我 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个那种 现在你太过于的很多事 太坦次了 就跟人都白开死一样 就没什么喝头了 这个方面我就特别纠结 我说到底是该跟这个女孩 交往下去 然后从家 还是说去这个放点 画面中哭泣的女孩 名叫小鹰来自四川 今年33岁 是一家旅行社的平台 而这个嫌弃女友丑的男生 是一家化妆品销售 名叫小潇 今年36岁 男生一上台就说出自己的经历 一直都是跟国际接轨的 不仅仅在韩国公司 还在美国公司做销售 言外之意就是见多是广 看不起农村女孩了 两人是家里人介绍认识的 因为一个36岁 一个33岁 年龄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了 但是男生从刚开始 就没有看上女生 一开始就嫌弃女生长得丑 本以为这一切都是 男生眼光高的问题 可接下来的一幕 刷新了我们对丑的定义 男生一方面觉得 人家长得不好看 为什么还要相处下去 从男生口中得知 那时候因为工作特别忙 自己生病发烧了 但是这个时候贤惠的小英出现了 因为男生父母的戳祸下 小英承担起照顾男生的责任了 小英也是居家过日子的好女人 对男生照顾的无微不至 此时的男子和享受这种务实的女人 人在生病时也确实比较容易感动 从那以后两人就在一块发展了 但是好景不长 男子还是嫌弃女生不爱打扮 此时女子接话的 究竟是男子挑三减四 一边想找一个贤惠照顾人的 一边想着像林志玲的女人 还是女生确实有着 出了样貌的其他问题呢 女生说了一句话 就开始咆哮和不耐烦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确实如此 男生还举例子说明 在外婆那个年代的一句俗语 话说到也有道理 到做人不能忘本 不能重洋媚外 也要看清自己是什么德性 接着主持人也问到小英 在生活中是不是也特别爱激动 女生表示都是被男生气的 一个人没有把控自己 情绪的基本素质 真的是因为别人吗 赵川也对这个女生的情绪所压抑 然后耐心的问到小英 看过自己发脾气是什么样子 小英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赵川表示在小英上节目前 化妆师要对她进行化妆 但是被她拒绝了 期间发生了什么 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在人际交往中小英已经似乎于是隔绝了 接触新人物或者新鲜事物 都是抵触的 这就是所谓的自卑还是社恐呢 男生此时说道 女生本质不坏内心善良 只是现在的思想 就有点像50年代的父母思想了 如果小英能够改变一下 在私下可以不化妆 但是聚会参加一些场合 可以适当地化一点淡妆 这其实男生也没有太多的要求 这也是对朋友的尊重和礼貌 的确如此人际交往确实需要 但小英不以为然 说出了一次聚会上的尴尬场面 这个究竟应该规则于谁 怪老天当晚下了大雨吗 这样的聚会穿雨衣雨学过去 亲朋好友会怎么看 难道下雨就不能穿好看的衣服吗 打车过去女生觉得实在浪费钱 这到底是抠门还是节约 或者是性格使然 这种女生适合过日子吗 老一辈的思想确实如此 那不叫抠门 那叫节省 因为他们都是从以前 很苦很苦的岁月走出来的 那样也无可厚非 只能说这两个人的思想 或者说接触的圈子 有着天差地别 今天男生来到节目组 最终的目的是让老师们得点建议 让女生能够懂得怎么去生活 但是女生思想就像禁锢了一样 说什么都说不通 真不明白两人还在坚持什么 未来如果结婚后 在一起是多么的难受啊 接着男生举了例子 来说明他向往的婚姻 我见到一个两夫妻六十岁退休了 他们总变全国大半个城市 我以为他们挺有钱的 结果他们退休费只有两千多块钱 在他们总的生活 我就在想 我的父母为什么不能那样过 因为我是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 对生活的理解不一样 那你我就觉得 他就是这种 挣的钱不会去享受 不会给自己点小奖励的那种 你不是人哪有钱呀 让你这么花 今天挣100块 明天花300块行吗 我并不是说 我挣100我花300 我也是一个特别会计划的一个人 这种生活 确实很让人向往 但是很多老一辈不是这么想 他们一辈子都在为子女而活 没有自己把所有的爱 或者希望都寄托在儿女身上 只要儿女幸福他们就很开心 这也许就是从古代 流传下来的思想吧 接着赵川问到男生 如果女生不改变 还愿意娶她吗 这个算不算是你老婆的人选 应该并不是 不都不改变可以做朋友 但并不是做老婆 好 今天你这句话我记住了 哎 怎么了 那是你说的 我记住了 哎 姑娘 小姨我跟你说 你去把她扶起来啊 就因为一句不适合做老婆 这女生就气到直接坐在地上 在节目中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主持人都有点慌了 当做全国人民的面 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究竟是素质问题 还是教养问题 当男生和主持人弯腰去扶的时候 女生还是冲动的像一个泼妇一样 来 你起来啊 你不要给我 你可残啊 你说老婆 你这是什么话 你回去回去 对 她让我减肥 我觉得我已经做过马上 还要上班 我就还要给她主持人 洗衣服哪有那么多时间啊 她就让我减肥 好充数 这性格33岁了还像小孩一样 坐地上撒娇一言不合就咆哮 本以为这个男生问题比较大 现在看来女生才是问题的所在 这是从小没有接触过有心计的人 还是天生就是如此天真单纯 这样的女生看着会过日子 相处酒后矛盾会天天不断啊 赵川冷笑一声 似乎在说我拿她真没办法了 只能交给嘉宾老师来解决了 首先点评的是陆七老师 陆七老师从教养问题入手 不管人家怎么气你 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素质 拿化妆师来说 在里面人家根本没有气到女生 发生这样的情绪 就像心理学家说的 这就是自卑而产生的一种拒绝 可能从小的环境的影响 或者是自身外貌的究竟 接着陆七老师给了两个选择方法克服 我觉得你有两种选择 一个方案你去演给别人看 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演员 你就是哎 我也可以穿漂亮衣服 也可以穿高跟鞋化妆啊 第二个方案 找一个能够欣赏本来的你 能够欣赏你的咆哮 能够欣赏你平时实家的样子 能够让你拎着他的耳朵 骂他他也唯唯诺诺的 他耳朵 陆七老师不会是心理专家 接着说到男生的问题 我哥林志玲 首先你得是严陈旭 你自己长得也不怎么样 还嫌人家姑娘寒碜 想要一个人的优点 就必然要看到他的缺点 你想要一个会勤俭持家的人 他就是长成老妈子的样 漂亮姑娘回到家照样素面朝天 说不定比你老婆还拉散呢 究竟什么样的婚宴生活是美好的 不是郎才女貌 也不是门当虎对 只有两个生活方式最接近的人 在一起的生活才是最稳定的 这两人之间最大的问题 就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问题 接下来是曲伟老师的点评 他们俩真不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都在说 找对象我没什么条件 只要对方对我好就行 曲伟一句话说出了 多少人心中的疑虑 恋爱和生活不仅仅 是需要对方对你好就行了 如果说你看上对方对你好的话 换句话说 你根本没有看上对方 从一开始你就根本没有爱上她 其实什么样的女人 是你最喜欢的 在你心中已经有答案 但是你自己知道 你高攀不起 你驾驭不了他们 你无法管理 曲伟老师说出了 男生心中的独白 的确如此一别享受了 喜煮饭食用的效应 另一半又幻想着 像林志玲一般的女孩 但是却驾驭不了他们 心里很矛盾 接受了家里的相亲 想把小鹰改造成心目中的样子 把她当作一件物品 爱的根本不是真正的小鹰 而是那个心目中的完美幻想 接下来是徒雷老师 一针见血的点评 有个问题我非常纠结 真的纠结 嗯 说说 是我妈为什么不是一个美女呢 真的 不是说狼才女貌吗 男人都应该爱美女 对不对 难道我爸爸不喜欢美女吗 徒雷老师用举例子讲故事 来说名男女生之间的问题 长大后的徒雷老师才明白 美女未必是美的 丑女也未必是丑的 美学大师朱光潜曾经说过 有这样一个观点 对于一颗古松的三个态度 科学家的眼中 一颗古松 最重要的价值在于 它有没有科学价值 在普通人的眼中 他就在乎于这颗古松 能不能当柴手 或者能不能打家具 能不能为我所用 能为我所用 它就是美的 在一个艺术家 这眼中一颗古松 是否美要看到 是否有创作的元素 这就延续出了 人的审美当中的 所谓真 善 美 男生是真出了问题 女生是美出来问题 所谓的真善美与古松 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还好两个人之间都很善良 没有到不可解决的地步 接着说到徒雷老师 为什么化妆的问题 嘉宾和评论员的时候 什么都敢说 观众都说 哎呀 好啊 好啊 真真实 那个时候沾沾自行 哇牛啊 那现在看看以前的那个节目 主动作就很低词 从来不尊重别人的感受 我的老婆经常跟我说 你就不能尊重别人 是 我知道 你真实 但真实 不是以伤害别人为代理 犀利在于观点 不在于态度 有理不在于身高 还有一些人就很讨厌 说你没教育 别看你手法真实 犀利 不过就是个犀利哥 你没文化 涂雷老师用自己作为例子 来说明女生的问题 说到太好了 说到自己的作家 每次节目播完之后 涂雷老师都要去看一遍 自己的表现 原来涂雷老师刚开始 也很讨厌化妆 真实就是一种美 但是久而久之涂雷 老师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很多人很多时候 觉得真实就是一种绝对的美 但有些时候也会 像陆琦老师说的内心是自卑的 这是无法欺骗自己的 接着举例子 说明两人的状态 在农村人们养狗 是为了看家护院 在城市里面人们养狗 是为了生活休闲 是为了精神的祈福 这是不一样 导致自己 只要不过分 最基本的礼貌尊重 一个人与人相处 整洁的外表是 最基本的礼貌尊重 只要不过分 有一定的生活情趣和追求 这不是作而是真善美 我们说妻不嫌夫平 夫不嫌妻丑 夫妻之间 最忌讳的就是所谓的嫌弃 也许有很多女孩子很美 但她的美 未必能够沐浴到 你的内心深处 有些女孩子很善良 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终生难忘 图蕾老师给的点评 真的犀利 女生似乎听进去了 不要光看她表明那部分 要看到她生活中 最真实的那部分 有的时候太过于真实 但是不知道修士 其实是一种俗气 这个尺度需要根据 不同的人物事来决定 太过于美而不真实 那是一种虚伪 最后图蕾老师说的 所以在这儿我所 想要对你们所说的是 我们要做一个 真实 善良 有一定生活情趣和审美追求的人 这样 生活就完美了 凡事有度 过度就出事吧 这不就都过度了吗 听了嘉宾老师的一番话 女生似乎心里有了答案 男生似乎也算是一种解脱 在场观众也只有 10%的人支持他们继续在一起 最后两个人的分开 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祝福女生为美而改变一点点 也希望男生找到 他心里想要的那个的 在婚姻生活中 真的要找到生活情景 和态度都差不多的两个人 这样的爱情婚姻才能长久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 见解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去不见不散